醫生從事公職四十幾年來 清清白白 坦膽 蕩蕩 不為任何的抹黑 五百萬搓湯元怡雲遭質疑 說明不清 侯友怡稱 無懼抹黑 但不提告 只隔空喊話 當事人繼續報 就是在新北市政府 副侯副市長辦公室旁的会議室 長得很像那一次 這次劉哲章跟他談的那個 辦公室 很像 如果我記得沒錯 應該是在這個的三到四個禮拜 就快一個月前 民進黨現在不是告發了嗎 那遲早我會當證人 去跟地檢署說明嘛 我相信各個警衛室 應該都有我的資料才對吧 博士說當年地點就在新北市府裡 羅友智強調自己不怕對局的 還有時間點 2014年圖書三英 第一階段新人民調 在六月二十三到二十五號 羅友智說跟侯友怡 短短一個月內見了兩次面 第一次是有人推薦 第二次是我想跟他回絕這件事 資源上一定會給到五百萬 有上頭有答應這樣的一個資源 他那時候有警覺啦 就在爆發後兩天 新北市府十七號下午臨時公佈市長 十九號出訪新加坡行程 民進黨議員秀出和新北市府人員 對話截圖到四月十一號 都沒有出國規劃 請問有這麼剛剛好的事情 根本就是在幫侯友怡要去避風頭 不會像議員說的 臨時起遇 就想去新加坡 而是去逃避某件事 打破砂鍋問到底 侯市長選擇能避就避 五百萬搓湯圓延燒 即便人到新加坡 進入司法檢調 一樣得說明 三連新聞林凱中 萬宣新北報導